现在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分享一款特别的面包 盐可送面包 那很多人说盐可送我们吃过也做过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款盐可送呢 是放着芝士粉和我们的芝麻的搭配 让这个面包的口味与众不同 那接下来我们看材料 高筋面粉 糖 盐 酵母 鲜酵母 没有可以用干酵母 麦芽筋 麦芽筋没有的话可以不加 麦芽筋主要是给我们的面团奇功养分的 给酵母奇功养分的 那没有可以不用加 加进去 然后呢牛奶 我们刮干净啊别浪费 黄油先加进去 比较少没有必要后面加 先加进去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可能 你先加后加给你造成困扰 但是我们一般在做面包的时候 配方中 面粉蘸的黄油的量 第一百分之十 都可以先加进去 不影响 那搅匀 搅匀 搅匀后 上机器 我们中速 搅拌四五分钟 开始再搅拌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中速搅拌起来 基本上面团就已经光滑了 给它给面膜 这个面膜呢没有那么光滑 但是我感觉可以了 那我们拿出来 那我们用它拿出来 给它稍微 浸浸油 我们在上面喷了点脱抹油 没有的话可以抹上 我们的实用油就好 光滑 然后我们放进去 那这个面团是两百五 这个面团做的比较少 那我们测一下温度 我们测一下温度 那为什么测温度 那其实测温度呢 是有变硬我们知道 这个面团发酵的一个状态和时间 那温度是二十九度五 那我们这个面团在场面下 二十五度的温度下 只需要发酵三十分钟 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讲 保鲜膜 我们发酵三个小时进行分割 我们这面包发了有四十分钟 比原来大了有一圈半左右 那我们现在给它分割 来点粉 面积一下这 有微微的弹性 就会发好了 六十克一个 然后分割好了 今天的给它稍微 然后我们给它再搓成水 我们现在呢 给它这个面团呢 先搓长 搓成一个 这是一圆柱形 然后搓下面 给它搓成这种水晶形状 就可以了 看一个 先搓成 圆柱形 那不需要管这个接口不接口的问题 我们先给它搓成水晶形状再说 然后搓另外一头 搓尖一些 OK 那我们搓成水晶形后呢 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 然后去放冷糖 冷糖松弛二十分钟 就可以成形了 那我们盐可送 等糖松弛了二十分钟 可以了 我们现在进行成形 我们先拿一个面团 先 稍微再搓一下 想做的好看 稍微搓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给它 底部上面都可以 你可以先把底部放上面来擀 感知四十厘米 然后呢 我们给它 我们点融化的黄油 火黄油呢 实际上呢 烤的时候呢 它可以层次好看一些 再放上我们大概 六个克左右的油盐黄油包进去 拜拜 然后 站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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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